N9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雅各遇见神 然后他说神真的在这里 真的有神耶 真的在这里 我想这是典型 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们都会有的经验 就是过去听了很多东西 但是现在都真的耶 不是听说 不是封闻 而从那天开始 他开始很真实的与神同行 经历神 认识神 与神同行 当他真的遇见神 他还说了一句话 圣经里面是这样讲 他就惧怕说 这地方何等可畏 这不是神的地方 乃是神的殿 是天的门 他就惧怕 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 惧怕可畏 其实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两个字叫做敬畏 我真的相信当人真的遇见神 人就会敬畏神 如果人没有遇见神 常常是很放肆的 雅各不是那天第一次听到耶和华上帝 他在这个家族里 他听过太多了 可是他很敬畏神吗 没有 他敢做 他胆大妄为 胆大妄为 你知道他假装他的哥哥去骗那个爸爸的祝福的时候 他爸爸说 你真的是一嫂吗 你怎么会这么快回来 他说什么 他说 因为耶和华上帝给我好机会 所以我很快回来 他连说谎话还敢拿上帝来说谎话 他哪里敬畏 他知道有一位神 可是一点都不敬畏神 因为他根本没有真实的遇见神 都是听说的 可是那一刻 他真实的遇见神了 然后呢 他开始惧怕 开始觉得这个地方可敬可危 其实我常常为教会的各个聚会 不管是主日敬拜 不管是小组 不管是祷告的聚会 或者是任何一个 培灵会 布道会 任何一个聚会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来到这个聚会里 要遇见神 当人真的遇见神 人就会敬畏 因为这位神是可敬可畏的神 如果人来到教会聚会 没有真实的遇见神 遇见的都是台上敬拜 今天唱的好不好 那个讲员 今天这讲员讲太长了 我受不了 今天思维老师讲报告都报告错了 如果人没有遇见神 人就会像个裁判一样坐在那里 不断地给每一个东西打分数 冷气不好 灯光今天不行 但当人真的敬畏神的时候 你不会管灯光 不会管 连带敬拜的人走音 对你来讲都不重要 因为神在这里 奉主的名祝福你 每一次参加聚会 你要有这样一个心 跟神说 让我今天在这个聚会当中 遇见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